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大学的校监 他不是直接管理的一个老的德国望重的人物 他中文还挺好 他跟我说他曾经长期在香港 驻香港的外交官 另外他在大陆也多次来过 台湾也多次去过 他说他认为中国是 骨子里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只举一个最小的例子 他说全世界很少有这样的 比如说等公公起车 排着好好的队 挺好 车只要一来就乱成 香港好一点 但是香港人一跑到深圳 也不排队 你说这个就跟新加坡的华人一样 新加坡管得特别死 吐一口痰 发一千块钱 打两鞭子 什么这一类的 上厕所没冲水 也是要受刑罚 这一类的 他搞得很严格 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新加坡人一过界 一到马来西亚就开始乱扔东西 我们可能扔东西了 这是新加坡人自己跟我说的 而且我坐飞机 经常在飞机上也发现这种情况 按说能坐得起飞机的 都是应该是 有点钱 或者书记留学经商 结果你发现他到了飞机上的行为 我这次回来 我就前几天刚回来 我旁边的乘客 一位就说着福建话 一上飞机就把鞋脱了 袜子也脱了 光着两个大脚片子 来回走 然后还有一个小伙子 就是下飞机 从我旁边一下就挤过来 他染着这种飘染 我估计是做设计的 也就是二十多岁的那名小伙子 穿得非常时髦 还有一个男孩子 还抱着一个大熊娃娃 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 我说你不要着急 已经这个 前面都站着 都堵的 所有的人都等不及 全都冲过来 拉行李 堵在门前 这小伙子说的 不行 我的行李先在上面 我说我知道 但是你也要排队 等着走 不行 最后把那行李 哗一下插下来 特别时髦的一个 所有上面都是那种日本动漫的小主题 就是这么一个时尚的青年 这个行为跟我 在我觉得小的时候 挤公公戏车 我爸我妈他们 完全是一样的 您说的这种经验 我还碰到过一次哭笑不得 跟你的性质不完全一样 坐飞机的一个哭笑不得的经验 这样大概是前二十年的事了 不是 这个飞机它的座位啊 都可以有一个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方向 就你有时候往后靠一下 养一样 因为我有个毛病 就是任何交通工具一开迎 我就开始打盹 这好啊 这自我保护 我刚一往后 他急了 干什么 我说我休息会 上去 不可理议 我心想不允许 他认为是对他的侵犯 这是我的空间 我听说 咱们怎么跟日本人找 我听说日本人有礼貌到 就是说他放椅子往后 之前不是要挡后人 他倒要站起来 回头居下宫 说对不起 您多包涵 是怎么办 咱们这是不行 我听说有一位女士 就是在美国连航 跟人家打起来了 不知道是因为这椅子 还是因为行李箱 对 最后然后人家空姐来干 这便宜 对 那空姐说的不行 你这样的 你下飞机算了 他说我死也不下 就整个人的泼腹 大闹 后来说五个核枪实弹的 美国警察上来 给他压下去 你别说这个 那法国普罗旺斯 那个地方 地广人稀的地方 是吧 两拨中国的 一个是结婚的 还是什么 照婚纱照 两拨在那照婚纱照 为了抢一个照相位置 在人家普罗旺斯 打起来了 你说他这都能打起来 这个中国游客 现在成了一种新的国际形象 就前一时候 那纽约时报 有一个特长的文章 他还想试图就是说 我们不是就歧视中国人 因为这种游客 我们曾经在当年 日本刚起来的时候 甚至更早 美国刚起来的时候 我们都见过 就这种刚有了钱 到处国际旅游要花钱 然后大声喧哗 下了飞机 就到处去抢购 什么 他说现在在中国的 新一代旅客 我们又见到了 这个熟悉的形象 而且美国人就是说 欧洲人这些大店 都对他是爱恨交加 一方面他要赚这个钱 培育了很多 专门能说中文的 让你买这种高档品的 一方面简直是头疼不堪 就有些那种小店 他说我们宁可不赚这钱 受不了你们这些人 到我们这这种粗野的举动 所以你说 你们二位都见多识广了 我还有一条 我始终我弄不清楚 因为我也走过世界很多地方 我也碰到过那种 什么飞机污点 一直污到三十几个小时的情况 比如美国就这种污点也很多 他污点最多的情况下 他就是给你一顿饭钱 有一次他因为一天一夜 还给了我一个打电话的钱 说你这可以通知你 那个将要去的那个目的地的人 可以打那时候长途也贵 我也感觉他这服务的也很好 但是咱们中国有一段 怎么出了说污点以后赔偿啊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走势吗 你污点能说清楚的事吗 这个东西 不是赔机票吧 就是赔比如说你可以住在 赔钱的 中国 有赔的 这是中国就有一段时期 很强调这个赔钱 我还被赔过二百块钱的 什么三百块钱 所以中国就不断的发声 比如到了巴黎了 不下飞机 要求这个赔偿 这个按道理是应该代谱的 航空有航空管理法呀 你在飞行系上你拒绝下飞机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你要干什么呀 你要干什么 我看到的 那这是不是 我就不是 我要请教的是你们二位 你们见多世广 又比我年轻力壮 这个世界各国有没有因为误点 而给现金赔偿的 我见过的是就给这个 就是说三百美金的赔偿费 我是曾经有一次就是到了飞机厂了 他当场说我们对不起这航班取消了 而且是他的错 就是说他卖票卖多了 就本来这飞机比如能坐几百人 那不是因为延误啊 不是因为物点赔偿啊 他是取消航班啊 是有是可以赔偿 不是赔你整个机票赔一部分 让你下次还可以再定 他这个是不是还有个责任原因 而且呢中国人觉得有一个就是是 他不都说有个空怒足吗 就是这英文的南华早报 就登过一篇报道 就是说在某个月里啊 首都机场准点的只有18% 就等于说他说这个好像中国的这个 所有的机场啊 都做不到一半以上的航班准点 所以他说啊越来越多的这种晚点 造成了这种愤怒的这个乘客 国际舆论把他们叫做空怒足 说为此香港航空公司已经让空姐开始练永春拳 我看过一个最美好的物点 是那个费城交响乐队啊 他们成员正好是来演出的时候 物点在飞机里坐了四个小时 特别热 结果呢他们几个成员就临时就说 我们给大家记性演出一下 结果而且他这个好像在YouTube还是在哪 上面就是很火 可能是由于咱们人口众多 资源匮乏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耽误一点时间 我们特别敏感觉得很可怕 觉得你会受到莫大的损失 你会失去很多的机遇 对所以叫争先恐后 害怕给落在后面 但您说咱要是不能等待吧 您那天讲这个 周杨太讲这个半正难 那咱们又是一个等待的民族 又善于等待 又善于等待 好家后往返往北京跑了三千多公里 跑六趟 他回去拿个证件去 那新疆啊 新疆少数民族更能等待 因为他的事先联络什么事又很难 那时候当然也没有手机 坐机也没有 他要去找办个什么事 到在那儿呢 那儿呢 说那儿没人上班 他蹲在那墙角 他不吃不磕 他可以蹲十个小时 我也见过 这我也服了 这国家大就是什么人都有 将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要按您刚才讲这角度说 我提一个话题啊 你说这个文革在这个角度上 算不算是释放了中国人的骨子里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呢 是 是 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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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为什么我说这事啊 这个你们两位应该是有兴趣聊 就陈毅的儿子陈小鲁 好家伙把这全班北京八中 他当年是什么 还是学生领袖 对 他是西九的发起人们好像 对 而且是校割委会主任 其实达老师呢 据说他也不算最厉害的 但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 所以学生和老师啊 都白发苍苍了 他专门要前一阵组织一个活动 就是学生向老师鞠躬 说当年这个虐待过老师 批斗过老师 给老师这个道歉 他觉得都是 还引用曹操的诗嘛 这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就说没有多少日子了 但我觉得 不能把责任都推到 老师们也说 说这个不能怪学生 是吧 但是呢 他们觉得自己 还是应该有个人的责任 对 自己的责任 就是自己的责任 历史的责任 就是历史的责任 文化的责任 就是文化的责任 领导的责任 就是领导的责任 您别互相别掺和 我对这个新闻呢 当然详情我不知道 我还是抱一个肯定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态度好 咱们爱呀 什么事都把它 就是都 都办在一块 都好像一搅和在一块 当然你要说 说这个他个人 他个人不可能做到 这样 但是他至少认为 自己有自己的责任 现在这算是一小风气 纷纷的就有人 文革的时候 就在登报纸 就向老师道歉 当年干过这个事 这个时候也该到了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 他不是说 就是说这些学生们 现在都白发仓 都60多岁了 而且他道歉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有一个 就是恰好 其实陈小鲁 我也有一面之交 就觉得挺面善 这么一个人 好像他当初 其实并没有打过老师 他还 而且组织那个西鲁 其实是一个纠察队 就是说维持秩序的 让红卫兵不要太过分了 有这么一个 反而是那些 就是说真的打过人的 我听说 就是有一个拍纪录片的 叫胡杰 去采访当年北京 那个就是第一个女校长 被打死的 变中云 他去所有的 就是参与过的 打老师的人都拒绝 没有采访到一个人 反而是这些 就是说相对来说 可能当时 或者是旁观的 或者是所谓 当时叫比较保守的 温和派的 他可能这种罪过感 也更轻一点 出来以后 也不会招那么大的怨愤 反而他可能容易道歉 我倒知道 有几个很少了 就有一个叫黑子 就是开马场的 叫王继玉吧 他是当年在打架的时候 武斗的时候 文革当时打死过一个人 后来说长年 多少年这件事就过不去 老是这种像噩梦一样 就是营绕了 最后他终于决定 他必须要出来承认 道歉 然后就在炎黄春秋上 还发了这个文章 你想他打死过一条人命的 然后每年他给这个死人家属烧纸 什么 最后和解 那方也原谅他 这是很少见的 还有你们凤凰做过一个 就是有一个家庭 他把他这个父女 父子两个人 把他这个儿子 把他妈妈给告了 结果这妈妈说他在家里边讲了反动话了 还是怎么反毛 最后就这妈妈就被枪毙了 你想这家人怎么过呀 这个最后他就是在那个节目里边痛哭失声啊 对现在都是老 都是老头了 自己都是很很大岁数的人了 人还是有良心这种东西啊 这个我听了还是挺好 因为中国呀没有那种宗教式的忏悔 但是实际上呢 一个正常的人 他对自己的 尤其到年龄稍微大一点以后 对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啊 他会有一个回忆 会有一个反省 我记得您也写过这个什么周扬 是是是 他是不是 他是道歉 他是道歉 但很多人不原谅他 很多人不原谅他 也可以理解 因为他总是有各种矛盾的嘛 但是就是 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用一种比较坦荡的态度 对待历史 好的就是好的 不带劲的就是不带劲的 如果有一种心里头的一种后悔的感觉 又不准他表达出来 这是让人非常失望 非常难过的 您像当年我不知道您在文革的时候 您肯定是不是也参加过批斗啊 或者是 没有 我因为死老虎了 他早就去新疆了 先被流放新疆 我已经 我五十年代后期啊 已经打入令策了 所以我想闹腾也不可能了 但有人批斗你吗 也没有 因为新疆比较远嘛 我不说过 大乱毕城 小乱毕乡嘛 所以你跑得越远越好啊 他本来是找了个避风港 客观上我变成了一个 有些老作家或认为我创造的奇迹 在文革中毫发无损 全羞全影 也没有 我也没损人家 是不是啊 您等于是自我流放 又是学维吾尔语啊 又是做酸奶啊 又是修自行车啊 自得其乐 他这个是提出一个伦理问题 我记得就是好像欧洲啊 一直就有这种争论 就有人还拍成电影嘛 就比方说有的时候 你个人啊 没有办法跟一个政治运动的力量抗衡 对吧 可是呢 哎 但是翻回头来最后之后 你有没有不合作的这个责任呢 对吧 比如说那个时候欧洲就在争论说 那都愿希特勒 那当时的每一个德国人 你也是参与者 支持者 对 可是这个有时候人在一种处境当中啊 对 他是这个很难 就您好像说过一个叫什么历史 是一个粗糙的泥水大将 每我们都被他塑造 就是你被裹挟进去了 你逃是没法逃 可是到最后检讨这个人责任 我觉得您开始说的也对 就是分清楚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 个人有个人的责任 你自己要检讨你自己的事 不是说就是说 元凶不检讨 我从犯检讨个什么劲 那就大家最后就是这事都过去了 其实我们比如说老经常说 你看比较德国和日本 就觉得德国检讨的特别深刻 日本他怎么就不检讨呢 其实你要看历史 德国人检讨也有一个过程 他刚战后之后有头二十年 好像都不愿意检讨 包括从政府都不愿意说 是后来这一代人孩子起来了 他有一个新的文化 而且他也有 他并没有直接参与 他要要求我们父母面对这件事 这样整个社会逐渐起来 一直到什么首相去下跪 什么的各 然后亚洲的文化又有另外一种 就是说道歉是特别难的 认错是特别难的一件事 再不说了 就是说天皇还在上面呢 战后美国人是出于重建日本的行为 他没有把天皇取消 也没有把他当战犯送去 那么所有的日本人 我们是为天皇而战呀 我们为什么要检讨呢 我后来到后来到现在 还我还碰到这样 日本年轻人还说呢 说的其实这是美国人的错 他说不检讨 彻底是因为他们从天皇上这点上 就没有给我们留下检讨的这个空间 他也是这么一种推托了 我觉得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王老师倒想谈谈最近播的这个习仲勋 不是 那个纪录片上啊 让你感觉到啊 习仲勋呢 真是一个好人 但是他呢 他不合时宜 因为他老是提呀 什么 比如说新疆牧区的土改 搞得太急了 赶紧停下来 这个中央就接受 他一夜就停下来了 然后他到了广东 把那李一哲集团的人 赶快放掉 他放掉 但是这一件事 你要做的推多了啊 尤其在那个 阶级斗争维刚的这个前代啊 你反倒变得不合时宜 形象可疑 就温和的 对对你 因为这个是 这又是一个麻烦的事 这个咱们就前几天谈那个什么 就是说可爱和这个和这个实用的关系 对 你只有可爱的这一面 你没有可步的这一面 好像办不成事 对 没有力量 没有铁腕 没有铁腕 所以这个 我是就非常的感慨 因为我看到那个李一哲呀 他是带有那种 那本来是文革后期就被逮捕了的几个人 带几分那种所谓民主派的那种色彩的 但是他这个三个人里头呢 可能有一个人呢 现在已经是在定居国外了 是做另外的政治的选择了 但是有两个人的都出来说了话 而其中有一个人的话 他说我认为习仲勋是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 但是我听得出来 这个人的政治观点 他并不是 他第一 他不是党员 第二 他未必和共产党完全一致 但是他承认习仲勋是一个伟大的共产党员 我觉得这个也够惊人的了 这好像你看啊 党外的这个人呢 往往他喜欢较为 怎么说呢 你比如我看他小儿子写的回忆文章啊 就说这父亲教我们就是谦让 就是事事和谦让谦让谦让 哎 往往党外的人评价比较好的 你像周恩来 嗯 这是比较温和的 顾及各个方面的 哎 不是特别走极端的 对 是啊 所以可是你咱们 因为这个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 他又是一个这么长时间执政的一个党 他也需要就是所谓这个什么 宽蒙相继啊 啊 是不是 哎 所以说那个佛像有多面吗 他有很善良的这个释迦牧 还有一个金刚怒目 要不然你办不成事 据说就是说 这个是既见业 这种欺着咔嚓的人 也应该有 当然他这个贪腐我不知道 这情况 贪腐不应该有 对 这也不应该有 但是呢 对这种欺着咔嚓的人呢 也要有一种体制 也要有一种领导啊 对他能够有所约束 您不能够这个所向无敌了 是 如如无人之境 那 那也太危险了 哎 您就讲的这个啊 刚柔相继 他这才平衡 是 这个 这平衡咱们前方呢 哎 真是 他们 就有些人讲这个既见业啊 他就讲 就说 坏人往往能干成事 说坏人比好人往往还勤奋 是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激烈猴传 这些评价真是 方便 您看见了吗